像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信息也好 照片也好 这些老人都是比较苦难的 我觉得我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 因为他容不得由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去表达 因为我们每一天在一起 就像老人跟孙子辈的人在一起 谢谢 而且我看了很多报道 就觉得自己的魔力也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讲究 林世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纪录电影《22》的导演郭柯 我是从2012年开始关注到 VF受害者这个群体的 当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特别特别普通的老人 而且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苦难 从他身上反而还会学到很多积极向上的一些心态 你会看到70年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人在把70年前的伤痛天天挂在嘴边的话 你觉得他们能活到90岁吗 他们其实就是特别普通的老人 那这一点普通让我觉得 其实它是更有力量 它比我去喊着要让日本人去赔偿也好 然后不原谅他们也好 这种平静我觉得会引起更多的思考 我可以说这样把这个片子 其实传达出来的是我们接收到老人给我们的信息 老人传达给我们就是这么的善良 这么的平静 所以其实我是把他们的情感反射出来 而不是去塑造什么 说实话拍的时候是没考虑观众 我考虑观众我一定会去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拍剧情片所谓的这种冲突 这些看点 所以我当时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感受 和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的感受给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每一天在一起 就像老人跟孙子辈的人在一起 每天都非常和谐 不管我们以后拍什么样的 如果是拍纪录片的话 纪录片里边的人物很多 在我们中国派啊 很多都是弱势群体 所以呢我觉得对他们多一点点爱在里面 我觉得你把这种身份转换过来 你的片子就有情感 因为你在拍自己亲人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猎气的 我为你这些钱啊 他人是罗赵 我这老子一问家这条 你到我又拉来看看 这张是一本 背的这一本子 换了这个本子 日本人对他们的那一段 他们都会轻摇淡写 或者选择性的遗忘 就一笔带过 但说到自己亲人的时候 还会动静 所以让我感觉到 我们最珍贵的还是亲情 因为只有在你心里 它的比重非常大 它才会伤害到你 我觉得我都试过了 比如日本这个国家 倒不是说我们想去针对它什么 因为我了解到像日本 他们可能还在否认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的下一代 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 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反正我们也尽力 希望能在世界上更多的国家 去放映这个片子 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 每一年初级的时候 去看看他们 然后今年我们应该是在12月份的时候 就会再去看看他们 包括去世的这些老人 我们都会再走一遍